托雷基亚 我劝你最好现在放了我 不然等我出去定不会放过你 老大 赛罗已经安排妥当 您真是太厉害了 这么厉害的奥特曼都能被您抓来做实验 好了好了 你就别拍马屁了 你出去踢我手上 不能让任何人进来打扰我 是 老大 赛罗 你已经没机会回去了 你还是乖乖的成为我的傀儡吧 你休想 托雷基亚对赛罗使用了黑暗能量 企图黑化并控制赛罗 我的托雷基亚 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这可由不得你 放弃抵抗吧 抵抗是没用的 我同样会一点一点的欺识你 抵抗只会让你更加痛苦而已 可恶 确实和他说的一样 他的黑暗能量正在一点一点的侵袭于我 与其这样 还不如全力保护心智在主动银河 就看你能不能彻底控制我 赛罗放弃抵抗 开始主动银河 下一秒 赛罗的身体 就被黑暗能量彻底入侵并黑化 赛罗 你终究还是逃不过我的手掌心 你就乖乖的成为我最出色的手下吧 而另一边 赛罗的小伙伴们 此时正在全力寻找托雷基亚的基地 被老黑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 根本找不到托雷基亚一点踪影 你更熟悉他 你好好想想 他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 或者特别想做的事吗 特别想做的事 还真有 曾经他就跟我说过 他特别想造一条大船 他想把自己的基地造在船上 等等 小赛罗发来消息说 他们在海边造船基地 发现托雷基亚的手下 太好了 那咱们赶紧过去吧 走 托雷基亚的基地就在前面 小赛罗 咱们现在怎么办 还等什么 一起上 把赛罗叔叔救出来 不可如吗 咱们击败他们两个 都不太可能 更何况 那里面应该还有更厉害的托雷基亚呢 那干等着也不是办法呀 拖得越久 赛罗叔叔叔就越危险 我去将他们其中一个引过来 你们去后面埋伏他 务必做到一举击倒他 好 我去设置陷阱 小赛罗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去后面等着你 小赛罗变成平民的样子 然后向怪兽所在的方向走去 下一秒 小赛罗拿起一个球就扔去 哪里来的小屁孩 再捣乱信不信我吃了你 来啊 可恶的臭怪兽 有本事你来追我啊 看我不收拾你 给我站住 你能追上我再说吧 怪兽那臭脾气哪能忍 朝着小赛罗就追去 殊不知小迪加他们已经做好陷阱等着他 随着爆炸声响起 怪兽也随之倒地不起 哦耶 成功了 什么情况 有嫡妻 原来是你们这几个小奥特曼搞的鬼 快给我站住 小赛罗怎么办 咱们被发现了 不要跟他硬碰硬 咱们假装先撤 再想办法对付他 好的 给我站住 还有 真是气死我了 赛罗 外面有情况 我能量消耗太多了 需要时间恢复 你帮我去解决外面的奥特曼 收到 主人 站住 现在还想跑 太迟了 一群小东西 跟我斗 你们还是太嫩了 喂 小黑 看我的 小赛罗我先进攻 你看准机会 小迪加一个光线攻击 怪兽不得不反击 只是 小迪加很快就被怪兽击溃 小赛罗抓住机会进攻 这是小迪加好不容易给自己争取的机会 小赛罗怎么能错过呢 小赛罗趁怪兽还没反应过来 又发起了一轮凶猛的攻击 根本不给怪兽一点喘气的机会 在小赛罗的连续攻击下 怪兽最终还是败了 就在小赛罗以为结束的时候 突然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给小赛罗打得措手不及 赛罗你快住手 还是你儿子小赛罗啊 我消灭所有奥克曼 谁在那 给我出来 托雷基亚你罪孽深重 请跟我回光治国受罚 虽然我所剩的能量不多了 就你一个也带不走我吧 哦 是吗 那再加上我呢 动手 赛罗爸爸 你快醒醒 我是小赛罗啊 小赛罗 赛罗爸爸 你可是奥特英雄 你千万不要被黑暗能量控制啊 小赛罗快 快攻击我 啊 为什么 我被托雷基亚的黑暗能量控制了 我只能压制这黑暗能量几秒 快攻击我 不然我会伤害更多无辜的 可是 快啊 赛罗爸爸 我不能攻击你 我还是先将你控制起来吧 此时的托雷基亚已被泽塔带回光之国接受应有的惩罚 而最后 赛罗对众人驱散了黑暗能量 并恢复了身体 时间又恢复了和平 托雷基亚 你个卑鄙小人 有胆就放开我 现在你可是落入了我的手中 你就别袖张了 要不是你使用手段偷袭我 就你还想打败我 你还早一万年呢 你 我承认你很强 那又怎样 到头来你还不是一样会成为我的工具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很快你就知道了 来人 给我将赛罗抬到里面去 是是 老大 赛罗落入了托雷基亚的手中 还不知道他们要拿赛罗做什么实验 而此刻的贝小黑也是危机重重 正被泽塔与小狄家追着 贝小黑 你还不束手就齐 小狄家 你们听我解释 小赛罗真的不是我伤害的 还在狡辩 事实就摆在眼前 刚刚你还偷袭了我 真不是我啊 偷袭你的事另有其人 有人变成我的样子干的 我当时只是刚好在附近 我是听到你的呼救声才赶过去的 真有那么巧 那你说是谁冒充你 我也不知道是谁啊 旗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我根本没偷袭你 我真的就是被别人陷害的 把他提起来 先带回去再说 毫无防备的贝小黑 贝责塔冰封了 就在这时 贝伊亚赶到 给我住手 我看今天谁敢杀我儿子 我就跟谁之命 贝老黑 一 你什么你 是你先动手杀我小儿子的 我怀疑是他伤害了小赛罗 还吸走了小赛罗的能量 胡说八道 我们早就不干坏事了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再说 你们有证据吗 我就是证据 刚刚贝小黑还偷袭了我 贝小黑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贝老爹 我是被冤枉的 是有人故意要陷害我 小赛罗肯定知道 是谁冒充赛罗奥特曼 要是能救醒小赛罗 他应该会还我清白 可是 小赛罗身上的黑暗能量 就连格力桥都驱散不了 他至今还在昏迷当中 黑暗能量 格力桥不行 不是还有我吗 怎么说我曾经也是堂堂的凯撒大帝 既然如此 那你们跟我走一趟吗 走 达成共识后 大家立马往奥特曼广场的方向飞去 此时的格力桥 正为小赛罗的身体而焦虑 下一秒 贝利亚父子就赶到了这里 贝利亚 你们两父子竟然还赶来这里 格力桥阿姨先别激动 他们是来帮忙的 是的 是不是他们干的 只有小赛罗知道 现在小赛罗身上 黑暗能量入侵严重 非常不乐观 还是先救小赛罗吧 好吧 要是你们敢图谋不轨 光之国的奥特曼战士 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跟小赛罗一直是好朋友 你就放心吧 我来吸收这黑暗能量 你负责给小赛罗治疗 好 贝利亚开始吸走小赛罗的黑暗能量 而格力桥则在另一边 给小赛罗使用光之能量治疗身体 不一会 小赛罗的身体 也渐渐开始恢复了正常 小赛罗 你怎么样 我没什么事 先别管我 你们快去救我赛罗爸爸 他被托雷基亚抓住了 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就是被托雷基亚 换换成赛罗爸爸的模样欺骗了 是他打伤了我 还吸走了我的能量 也是他亲口说的 赛罗爸爸已经被他抓走了 可恶的拖拉机 那你知道赛罗现在在哪吗 我也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 那大家分头去找吧 活得越久赛罗就越危险 好 那大家分头行动 他们能够成功解救赛罗奥特曼吗 咱们下期再见 天真的小赛罗 终于上当了吧 你是谁 你有黑暗能量 你不是我赛罗爸爸 现在才发现 已经晚了 你到底是谁 你想干嘛 你整天坏我的好事 你还猜不到我是谁吗 你是托雷基亚 没错 你赛罗爸爸已经落入我的手里 很快你们就可以父子团聚了 托雷基亚抬起手 就开始吸收小赛罗的能量 而这一幕都被躲在一旁的 被小黑看到了 这就是跟我做对的下场 托雷基亚走后 被小黑立马出来查看小赛罗 小赛罗小赛罗 你怎么样 你快醒醒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完全看不懂啊 赛罗怎么会对小赛罗下手呢 不管了 先带小赛罗去疗伤吧 则塔奥特曼你快出来 你在家吗 你快出来救救小赛罗啊 谁啊 大白天在那大喊大叫的 是我 你快救救小赛罗吧 什么情况 是谁伤害了小赛罗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是小赛罗的爸爸 赛罗奥特曼打伤了小赛罗 还吸走了小赛罗的能量 什么 这不可能 被小黑你不要在这里颠倒黑白 我知道你很难相信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也不相信 这是真的 不是不相信 是根本不可能 平时师父疼小赛罗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会伤害他 要不你先给小赛罗治疗吧 等他醒了你再问他具体情况 不对 小赛罗是被黑暗能量所伤 被小黑 你说谎 我没有 我真没有 我说的都是真的 等小赛罗醒了 你可以自己问他 哼 我也没办法 格力桥的进化能量 才可能驱散这股黑暗能量 那你赶紧带小赛罗去吧 你在这等着 如果被我发现 是你伤害了小赛罗 我绝不会饶了你 泽塔带着小赛罗走了 留下了无奈的被小黑 被人误会的滋味不好受 不行 泽塔奥特曼说的对 赛罗叔叔不可能伤害他儿子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这肯定是有人在搞鬼 救命啊 救命啊 突然 附近传来了呼救声 被小黑二话不说 立马往呼救声方向跑去 不一会被小黑就发现了 倒在地上的小迪迦 还有一个跟自己长得一样的被小黑 你是谁 冒充对小迪迦做了什么 那个冒牌被小黑 只是回头看了一眼就走了 根本没理会被小黑 被小黑只好先看小迪迦怎么样了 小迪迦 你没事吧 小迪迦 你快醒醒 突然 小迪迦对着被小黑就是一击 被小黑 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 还亏我和小赛罗一直将你当好朋友 你不但害了小赛罗 现在还要来害我 小迪迦 听我说 这不是我干的 事实就在眼前你还想狡辩 刚刚就是你偷袭了我 我 我这就去通知泽坦哥哥 你等着吧 我 到底是谁在陷害我 赛罗你看 这多么完美的计划 是 托雷基亚你到底想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让光之谷的奥特曼内斗 好让我得渔翁之力 赛罗竟然被托雷基亚抓住了 托雷基亚还想误导奥特曼内斗 奥特曼们能够化解误会并解除危机吗 咱们下期再见